大家好,歡迎來到黑暗金融科技 非常不好意思 這兩期節目在後半部分 都有觀眾反應聽不到 所以我這一次就重新再做一個錄 然後調整了一下設備 那麼給各位造成一些困擾 非常抱歉 那簡單來講就是 因為之前有觀眾朋友要求我去 基本上就是提問問我說 那這個不知道日本政府做錯了一些什麼 那這個是非常好的問題 那因為日元在廣場協議之後 進行升值 那升值的過程中 為什麼就會引發這種雪崩式的效應 為什麼就引發日本 失去了20年的這個寶貴的經濟 那從而導致現在 包括日本 基本上是有一個非常深度的經濟衰退的 這麼一個情況 那到底是有哪些原因所導致的 那我將會在這一期視頻裡面做一個深入的解析 那這是本系列的第一集 那麼我後面也會有 持續更新不同的內容 來讓各位更了解 這種全球的泡沫是如何破碎的 那這也有助於我們 從一個公民的角度 更好的去理解全球經濟的運作規律 那並且去要求我們的一些執政黨 或者我們的政府 去約束他們的一些行為 從而去制止一些貪腐 跟一些這個權力的濫用 好 那當我們在形容這個 失去了20年的時候 我們一般來說 就會用這個 The Lost Decade 來去形容這一段日期 這一段時間 那基本上就是 日本的80年90年代 那到這個2001為止 那這個時期其實一直 如果說更廣義的話呢 其實一直從1991年持續至今 到去年為止 那個1991年到2021年 那在這一個期間呢 日本經濟經歷了一個 stagnation 就是一個非常長的一個停滯性的發展 就基本上沒有任何發展 也沒有任何通脹 讓日元非常的便宜 但在日元廣場協議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 其實當時也有其他的國家 包括法國、德國、英國 也採取了這個 strengthened currency的方式 就是不斷的加強本國貨幣 匯率的方式 但是並沒有產生像日本 這麼惡性的後果 那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由於這個日本內部的因素 所以基本上簡單來看 失去的20年實際上就是 由兩類的因素所構成的 第一個是內部因素 第二個是外部因素 那麼第一個內部因素來講 事實上就是 大葬省的這個 跟這個日本央行之間的一些權鬥 權力鬥爭 再加上這個大葬省本身 是一個非常權力 非常過於集中 非常龐大的這麼一個政府機關 那它也導致了許多的腐敗 然後這個是內部的原因 那外部的原因 簡單來講就是 當時這個美國 這個長期的 從日本市場買到的東西 買東西然後 日本人從美國人市場賺了很多的錢 那美國人想要改變這樣的現狀 並且當時也有能源危機 美國想要改變自己長期通脹的狀況 然後 美國的經濟就處於一個不斷的這個 Paul Volcker的任期中 不斷的去加息 而在這個情況下 那美國經濟只好 去這個 大家一商討 覺得說不能讓自己的這個 老大哥 這個美元出現 如果持續這樣子升值下去 那這不得了 那這個美國的經濟 如果不行了 大家的經濟也不行了 所以 大家必須做出個讓步 那麼就是 這幾個貨幣同時對美元進行升值 那麼美元來做一個貶值 來將這個 美國的這個 這個財務報表 以及 將美國的整個經濟狀況去做一個重置 做一個優化的動作 所以這個是外因的部分 那麼日本作為一個 外向型的出口經濟 日本其實是大量的依賴於 海外的一些現金這個收入 那日本本身也不是一個 這個資源的生產國 它是一個 Outsourcing 的一個 country 它的大量的一個商品 都是在海外的生產基地 然後生產出來 然後並且去 輸送給全球有需要的這些客戶 那並且來賺取這些貿易的順差 那也就是這些寶貴的外匯收入 所以日本其實一段時間經濟非常強盛 也是為什麼日本被廣場協議的時候 美國特別要點名日本 作為這個廣場協議的這個 這個基本上是受罪高揚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內部因素其實是這一期要重點去探討的 我們也會在後面的視頻 再去深入的剖析這些內部的因素 那就是日本央行以及大帳省的一些權力鬥爭 那我們首先要像了解 日本央行其實最早的時候 在日本經濟設立的時候 它並不是特別的有權力 我知道有一個稱呼叫日元王子 當時是用來 當時也沒有這樣的稱呼啦 因為日本央行當時並沒有像今天具有這麼無上的權力 當時具有無上權力事實上是大帳省 也就是我們常規我們所說的這個 日本今天的財政省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財務部 那在當時大帳省大帳這兩個字 事實上意味著是一種國家的榮耀 大帳也意味著是一種日本天皇 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個傳統 就是日本最頂尖的學生 都會輸送到大帳省 那麼大帳省呢 擁有非常至關重要的一個權力 那就是地方政府 要去做一些財政預算的時候 它有一個預算權 它可以決定什麼政府預算 撥給誰 什麼不撥 所以大帳省呢 就其實握有非常大的權力了 那當時在大帳省工作 也是一種對於家族來說 也是一個無上的榮耀 所以大帳省呢 其實是非常強勢的 當時的日本央行呢 也是被壓在大帳省的一個管理之下 那為什麼大帳省具有這麼高的威望 因為日本當時從戰後經濟復甦 是大帳省 大帳省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功勞 因為大帳省的確是通過歷經圖治 那通過調集日本最好的人才 最精英的這些學生 將日本的經濟從這種二戰之間的意義中 就是拉動出來 那就是解救了日本的經濟 這樣走上步上正軌 但是在日本經濟步上正軌的時候呢 這時候問題就來了 因為大帳省其實是一個機構銀行 那日本的銀行業 其實有帶過日本的都知道 日本的銀行其實就是職任抵押物跟不動產的 那這是一種文化的區別 就如果你今天在美國做生意 可能它會有一套一個模型 然後去給你的這個資產做一個定價 有形的跟無形的資產都會去做定價 但是在日本的話呢 它僅僅只會對你的不動產跟土地去做一個定價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日本銀行往往會非常的僵化 而且呢就是只看不動產 這也導致了其實當時 這個日本的經濟進入泡沫的時候 大帳省出現了一些內部的腐化 尤其跟這些上市公司 跟這些資本市場 跟不同的大的商業銀行之間出現了這種 權力之間的這種交接 也是腐化就導致了日本的泡沫不斷的擴張 那當然大帳省有它的問題 那日本的央行有沒有它的問題 當然也有 我也會在後面的視頻裡面重點去講解 那日本央行主要做錯的問題是在於 日本央行過快過早的去將這個利率壓低 然後就導致經濟的快速膨脹 那當經濟膨脹的時候 大概已經持續了五到七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經濟的泡沫的膨脹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這個時候日本央行就採取了一個非常粗暴的方式去加息 那加息的時候就把這個泡沫去非常粗暴去捅破它 所以就導致了日本的經濟就陷入更加難堪的一個局面 那其實從整體來看 其實日本的政府在這段時間做的最大的錯誤是什麼 就是一般來說一個政府需要有貨幣政策跟財政政策 必須雙管齊下 那兩者必須相互配合 那麼這樣子才能夠形成一個良好的一個協同效應 因為相對來說貨幣政策是比較長期的 貨幣政策是比較短期的 短期的工具 短期就能見效 那財政工具呢 是比較長期才能夠見效的這麼一個工具 所以它必須相互搭配 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用 但是日本政府在這個 這個日元升值的這段期間 做的事情是過於依賴於 過於依賴貨幣政策 過於依賴短期效應的這種貨幣工具 而非去仰賴財政工具去擴大需求 比如說包括像中國之前做的這個 8萬億的這個發這個錢 發錢之後很重要就是說 怎麼樣把這個錢消化掉 怎麼樣創造有效需求把這個錢消化掉 不然它就會變成一堆的泡沫 那日本並沒有做好這件事情 所以就導致日本的泡沫不斷的膨脹 那後面又被粗暴的捅破 那這就是這一期的所有內容 那下一期我會從它的內部因素開始著手 讓各位更加了解大帳神的由來 還有日本央行的是怎麼樣去跟大帳神 進行這個權力的鬥爭 最後事情一發不可收拾的 那感謝各位的收聽跟關注訂閱 感謝各位的耐心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請訂閱點讚 並且幫我點開小鈴鐺 你能夠收聽更多最新的內容 並且將我的內容發給更多的朋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 經濟學知識 感謝各位收聽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